原著人物,华浅为宰相之女仲西武为当今皇帝,仲叶兰为皇帝的哥哥晋王,华荣州为晋王府的侍卫。 小说中,在仲叶兰和沐瑶的配合下,真正的华浅乏入沟兰院受尽折磨,最终自食恶果而死,华家也家破人亡。 而重生后的华浅,是看过这本小说,知道完整结局而穿越过去的现代人。 他认为只要自己化解华家和沐瑶家的矛盾,和仲叶兰保持距离,变成一个好人,华家的结局就会有所不同。 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些改变,改变了小说的整个结局。 华荣州也因为他的改变而出现,成为了他的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个人。 华荣州的隐忍与陪伴 华荣州第一次见华浅,是他差点撞到他的马车。 可是,他不但没有责怪他,还夸他年纪小小及能忍,日后可以去他府上。 可他太过自卑后来就没有去,只是也不再乞讨,开始靠自己努力去挣钱。 华荣州第二次见到华浅,是在华山闹市的酒楼里。 他面对污蔑和嘲讽,面不改色,丝毫不落下风。 可是,他却先忍不住动了手。 然后,他告诉他想保护别人,要先学会护住自己。 他记住了,就辞去酒楼工作去参军。 华荣州第三次见华浅,是在祭祖典礼上。 这次,他终于靠自己保护了他。 他拍他肩膀,夸他有前途。 华荣州第四次见华浅,是他顺利地成了他院子的侍卫。 他在晋王府待了半年,终于能够走到他眼前。 而华浅问了四次华荣州的名字。 终于在第四次才记住。 祭祖大典上,如果不是华浅,故意为种夜蓝挡箭。 在华荣州的保护下,他会毫发无伤。 害怕华浅手无寸铁,会再次受伤。 便想方设法,为他找到用手镯变成的匕首暗器。 中秋五宴上,华浅被妻贵妃暗杀。 又被木窑陷害,坠入悬崖,也是他不顾生死。 跟着华浅一起跳下悬崖,就下奄奄一席的他。 华荣州为了保护华浅,无数次经历险境。 他对华浅一片赤诚,默默付出且不求回报。 他又如何会不感动? 人心都是右坐的,水滴还能实穿。 但感动并不是爱情。 华荣州对华浅来说,永远都只是可以互相照顾和扶持的弟弟。 但是不明真相的皇帝,以为华浅真的爱上了华荣州。 极度的发狂的他,终于做出了令他悔恨一生的选择。 仲西五对华浅的爱不纯粹。 华荣州的身世和过往经历也不简单。 华荣州的身世。 华荣州出生在一个乡村。 父亲得了个秀才之名。 却一直眼高手低,碌碌无为。 家里一直都是母亲操持。 五岁那年,母亲累倒了却没钱买药。 就这样去了。 第二年,父亲娶了别人。 然后他又给父亲生了一个孩子。 十岁时,家里闹饥荒。 继母就穿夺他的父亲把华荣州卖了。 继母告诉他,是他生得好才选择卖它。 因为他的弟弟生得不好看,卖不了好价钱。 被卖的华荣州并没有怨言,只是决定自此不再兴奇。 可是继母因嫉妒,他父亲时常念叨他过世的母亲, 便把他卖给了李氏富商。 那个买他的老头很可恶,竟然喜欢男童。 一开始富商对华荣州很好。 后来富商却开始对他动手动脚。 他一反抗富商,就露出本来面目。 开始打骂他不知好歹。 然而华荣州没有怕富商,被打得遍体鳞伤也没有服染。 富商见此就对他下药。 因为他心怀警惕,就兑换了对方的贪婉。 富商昏睡了去。 他知道若是富商醒来,他还会过着之前的生活。 所以他就拿着竹台,一下一下砸向富商的脑袋,然后放了一把火。 他并未练财,只是自己逃走那一年,华荣州十岁。 之后,他逃到外地做了乞丐。 后来有个叫卫贤的匠人,在街头捡走了他。 他本以为卫贤只是想找个人传授手艺,才从那么多乞丐里挑了他。 可是后来,卫贤如同富商一样,心怀不轨。 不过,卫贤没有打他,他就再次自己逃跑了。 继续做乞丐,然后每天用泥巴涂满脸,直到无意撞了华浅的马车。 他过去十几年脏污的人生,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后来,进入晋王府默默保护华浅的华荣州。 见华浅在祭祖典礼上,手无寸铁,险些受伤。 想起卫贤的手艺,便又回去找卫贤。 许女子用的暗器,然而卫贤却不知死活地以暗器为妖邪。 企图再次对他动手动脚,他才一时失利,杀了卫贤。 众希武查明了一切,华荣州被关起来。 众希武选择以华荣州的性命和华浅做交易。 希望华浅带着证据,主动执任华相的罪信后,还能留在他身边。 众希武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可惜华浅却是宁死也不愿意留在他身边,做他的皇后。 华家在华浅的执任下倒台以后,太后让华浅喝下了假死药,将他送到了小镇并派人在周围看守。 让他隐心埋名生活。 华荣州最终被众希武苦心训练武功,然后放出皇宫。 最后华荣州找到了华浅,与他平淡却轻松地在小镇生活,写在最后。 曾经在某网站上看到过这样一个很治愈的话题。 一个吃过太多苦头的人,他,他得需要多少甜才能滋润内心。 答,吃过很多苦的人,恰恰只需要一点甜,便能唤醒整个生命系统。 这便是华荣州爱上华浅的真正原因。 在华荣州经历了痛苦孤寂的少年时期后,华浅便是他黑暗生活里唯一的一道光。 照亮了他的下半生,人是太匆忙,等不及地老天荒。 来日方长,寻一方净土。 等三餐四季,总有一个人是你的归属。 只愿为你一个人疗伤,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 愿你天黑有灯,下雨有伞。 愿你一路上,有良人相伴。 愿时光能缓,愿故人不散。 愿你惦念的人能和你道晚安。 愿你独闯的日子里不觉得孤单。 愿你于生所欲之人,都是好人。 千千喜,静静爱,深深懂的,淡淡释怀。 唯愿此生,岁月静好。 愿你在前行路上,在薄情的世界,永不忘深情地活着。 愿有人陪你立黄昏,有人问你周可温。 夜晚有新,河水有余。 愿此生欲良人,不负如来不负清。 我是唯谈说隐士,90后全职妈妈。 独立撰稿人,专注书评,影评,余评。 订阅我,带你认识不一样的人间烟火。 我,带你认识不一样的人间烟火。 我,带你认识不一样的人。